哈喽哈喽小伙伴们 我是瑞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看这次视频的标题就知道 周末DIY小工程再次回归 那本期改造工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壁炉 目前呢它就是贴了一圈普通的白色瓷砖 加了一个Mental 非常的没有性格 也看起来比较廉价 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次改造主要又用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 就是 我手里的这个Ship Lab 那首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Ship Lab 可能尤其是国内的朋友 对它的了解会比较少 在美式的一个装修风格里 经常会看到装修的原材料 非常重要的优点 就是安装极其简单 只要把两块这样拼接在一起 可以完美的镶嵌 那我觉得开场我已经说了这么多 可能有些观众已经觉得累了 那我们就赶紧要开工咯 接下来呢就开始第一步拆除工程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接触过拆瓷砖的项目 那我觉得第一步拆除完成 就已经完成了几乎百分之六七十了 那我这次用的工具呢 主要是这两样 就是撬棍和橡皮锤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把mento给拆下来 不得不说撬棍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整体看着还轻松 除了这里 这根钉子有这么长 我已经快累炸 大家别看视频就几秒钟 其实光这个部分 我们花了可能有一个小时 在mento拆除完之后 终于到了拆除瓷砖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真的没有想到 瓷砖跟拽卧之间连接的如此之牢固 在各种敲打之后 我们决定从中间的三块入手 还是比较好拆除的 OK 现在是第二天了 大家可以看我们后面 昨天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悲剧还是发生了 还是把拽卧给毁了 瓷砖跟这个拽卧也就是石膏板的连接的地方实在太紧了 待会会去home depot买一块新的drywall 把这边给重新补一下 不得不承认光两边的这三块瓷砖 分别都花了我们可能有两三个小时 它们实在是太难拆了 真的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它们全部给拆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home depot 对比一下这一个比较便宜 所以就来一把 是专门用来切割drywall的 然后呢 不drywall还有一个最需要的就是drywall screw 一定要买它专用的这个螺丝 可以把drywall就可以拧在start上面 买到了 但是这一盒就这么多了 可能有几百只 但还是希望以后跟drywall打交道的机会会少一点 找到了我要的drywall 回家之后呢也不能立马安装 还是要把这个毁掉的洞给它开大一点 开得工整一点 而且地面上杂物和垃圾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提前清理了一下 它的尺寸差不多正好是24×24 然后这一块呢 差不多是12×48 接近是对半分 其实切割drywall并不可怕 只要测量好尺寸 接着用utility knife滑几刀 再接下来就可以徒手把它掰开了 所以补drywall的这个过程 进行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每一块石膏板都用好几个drywall screw 固定在start上面 了解了它的原理就不会害怕操作了 用了很多drywall screw固定在start上 但这一块呢因为操作失误就反过来了 但是也无所谓 干了一下午真的是太累了 感觉粘了满身的尘土 所以现在我决定去洗澡睡觉哦 说到洗澡呢想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 我最近发现的非常好用的毛巾组合 那这款八件套的毛巾套装呢 在Amazon上有5000多个好评 首先它的包装就很有特色 打开包裹之后会有看到一个礼盒 送人也非常的方便 这个套装包括了两块大浴巾 两块长毛巾 还有四块小方巾 另外它们都是纯棉的 摸起来非常的柔软和轻肤 还有一个贴心的挂耳设计 更加方便平时拿取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毛巾套装 它有十多种不同的颜色组合 那我这次选取的这款呢 是黄色的也是他们家最畅销的一个颜色 和我现在卫生间的这个明黄色地毯也比较搭 然后呢我已经洗了 还有烘干了好几次都没有任何的变色或者变形 那么现在呢用屏幕上方的这个折扣码 可以拿到额外的八折优惠 链接呢也是老惯例放在信息栏或者评论区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好啦我们明天开工继续 在正式安装Ship Lab之前 给大家看一下我购买的过程 这次去到的是Lowe's 在做工的时候我有货币三家 发现Lowe's的Ship Lab是比较便宜的 而且它是做好了打底 刷过了油漆 并且Lowe's也同样提供免费切割的服务 这样省了我不少的麻烦 接着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去油漆店 Color Match一下 我带了一小块Ship Lab的板子去Sherwin Williams 因为这家油漆店离我最近 而且它的质量非常的高 一小罐油漆这样呢 之后补丁自动等等就很方便了 店员在这块板子的角落试了一下 发现的确是看起来毫无色差的 到第三个下午 然后现在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 上第一块Ship Lab的时候了 开工前呢 我还是在第一块Ship Lab的背后 上了一层浇水 这时候让助手同学来帮我扶住 我用水平尺还有钉枪 把第一块Ship Lab 大概分三段式固定在桥上 接下来呢 我准备用这个红外星测距仪 看一下baseboard和屋顶的距离 把边框的垂直的长度可以确定下来 然后去车库可以锯一下 这次用到的工具呢 仍然是木工纸和手锯 因为我们要切割的木条是比较窄的 所以手锯也完全够用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比较窄的两条MDF木板 整个壁炉的Ship Lab 做了一个纵向的边框 测量好水平度之后 同样也用钉枪把它们固定在拽卧上 这里还是比较轻松的 大家可以看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 nice 那现在开始装第三款Ship Lab 在这之前呢 我准备把中间的三个stud的地方找出来 然后用美纹贴做一个标记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天线标记出来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在安装了Ship Lab之后 这个stud finder已经很难用它的磁力 判断出背后stud的位置了 接下来就是一块一块 把Ship Lab的板子往上叠加 这个步骤真的非常的轻松 多亏了之前在Lowse提前cut好的 每一条的长度都是58英寸 我基本上都是按照左中右分三段式 用钉枪把它们固定在拽卧上 比如下方的这块距离 我也提前在车库 锯好了它的宽度 一块一块的把Ship Lab给钉上去 大家看这个过程也能感觉到非常的简单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场就说 拆除完毕之后呢 就完成了可能有6-70% 接下来这个Ship Lab的安装工作 只能说占了30%左右的工作量 再下一步呢 因为顶端我发现有一块很大的空隙 所以我就废物利用 把之前拆下来Mental下方的这样一条Trim 非常完美的可以贴合我的顶端 并且可以盖住很大的空隙 这样呢也能增加它的美观性 接下来是美缝时间 很方便 想让自己的DIY工程做得非常的精致和专业的话 就一定不要跳过美缝这样一个步骤 现在看一下美缝的左边和右边的区别 美缝完毕之后 两侧的空隙都被填好了 是不是看起来年四五缝 那接下来这一步也很重要 就是开始用美纹贴 做一下刷漆之前的准备工作 必须要记得把壁炉的这一圈也完整的贴好 紧接着呢我用这个Drival Sparkling 把之前对长铁的损伤 还有钉子洞都补了一下 那么现在要等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开始磨刷 那我就去准备一下安装Mental 这个Mental呢是我在ETC这个网站上面定制的成品 这也是在市面上我能找到的最最物美价廉的版本 这一家有提供所有的配件 安装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Next就是磨砂工作啦 在这之前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我这次用到的是一个手持的磨砂块 可以更加方便用力一点 差不多到了倒数第二步了吧 就是刷漆 因为有一些钉子洞补的部分 还有一些我安装的MDF的边框 和ShipTab的板子 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就用这样配好的油漆 把脚脚落落 各个需要补色的地方都补了一下 油漆补好之后呢 就正式进入收尾工作 把美纹贴全部拆除 并且做一下清洁 差点还忘记了最后一步 我为了使整体的颜色更加协调 我统一一点 把地面上的这个白色瓷砖 也同样用我配的油漆刷了一遍 其实从专业一点角度来说 刷瓷砖不是这么简单直接的 但是因为这个瓷砖原来就刷过油漆 所以就不要再额外的做 专门的打底了 那最后的最后呢 因为现在是8月底了 晚夏初秋的时分 所以我就想给壁如做一个 秋季的装饰比较应景 所以到这里大家准备好 看after的效果了吗 再见 再次�诗 至于 咱们 在这里 就先看 比如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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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以上就是改造的全部过程啦 希望大家喜欢 还是老惯例这一期所用到的所有的工具材料等等 链接我都会放在信息栏里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下 另一个惯例呢就是最后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灵感来源 像比如上方的装饰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挂一面镜子 挂一副很大的画或者是其他一些装饰 还有很多人呢是用来喜欢挂电视 这样的话呢我未来还有很多的改变的空间 像ShipLab的话呢不仅仅是用在壁炉处 还有很多常见的设计 包括铺满整面墙壁 以及铺设天花板 除了这种常用的横线的安装方式 还有很多是斜线纹路的排列 还有竖纹的排列 然后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希望大家也有耐心看到这里 然后想小的预告一下 就是9月份我还会有一个很大型的改造项目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多多支持一下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by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